在澳大利亞部分地區發生的洪災已經造成最少兩人喪生 數以千計居民被迫離開家園 在過去三天救援人員在新南威爾士省發生洪災的地區救出幾十人 兩名死者當中一名男子在星期六被發現在格拉夫頓市外因為洪水被困車內而遇難 在連續多日傾盤大雨後部分地區的天氣情況已經轉好 緊急救援人員可以因此展開清理及運送救援物資的工作